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时你都可以笑了对你很好 不能随时笑 听懂没有 随时笑对你好 我碰到很多这样子 我在厨房讲一些事情 不怎么好笑的懂不懂 那就比较上性的一点 人家没这次笑 也许他看另外一个书节 不是他的书节 在那边两个要好什么地方 懂不懂 没来研究什么 在那边笑 不过我们笑的话是要看 OK 看情况 该笑就笑 不该笑就不要乱笑 OK 该哭就哭 也不要乱哭 那师父走了 改天再来看 有空再来看 OK 我答应下个礼拜 一定会念冷眼睛 OK 一个一个菩萨的 报告佛他修什么法门得到的 OK 八万四千法门 OK 不过不是每个法门都适当 都适合我们这些忙碌的人 而且末法的时代 所以关于法门才 时时刻刻 都是适合的 佛这样讲 OK 下个礼拜要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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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你们 我晓得 金海日是什么天 你们来很多人国家来 就什么都坏掉了 金海日 不记得 什么都坏掉 不是邪词而已 什么机器 什么浴室 厕所 屋顶 通通都一起坏 我没有办公室工作 狗没地方可以躺下来 煽动就不要躺了 OK 就躺平常的 外面的 修好的 住好的 房子 通通都有问题 好几个地方 还有那个连那个外面的鸭子 跟我没有关系 也生病等等 让我照顾 让我担心 然后我还要让他住在我以前那个所谓的办公室 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来打残就是没事了 好残哦 师父好残 好几次了 电视也坏 什么机器也坏等等 所以谁要多有健备心 不要认为OK 每天盘腿这样子就功德无良 不一定哦 不一定能够超过三界已经很舒服了 不要说什么功德 或是五界七八六界 要多健备心 随时还是要祷告 祭酒 十方三四名 是帮忙 让我们快点突破 OK 然后 还是要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别人 就跟帮助自己一样的了 不要认为 召瞒出来说 哇 我带流浪汉进来照顾 一定功德无良 功德无良是我说的 我希望的 你懂吗 不一定 OK 看情况 看我们诚信 坚卑性多少 OK 随时都要坚卑性 随时都不能认为 我们已经了不起了 才能够进步 OK 我只是最大的难关 我只是最大的难关 特别女孩子要小心 在家里控制先生小孩习惯 他们都听懂你们的 不能为了这样子骄傲 OK 先生宠我们 是我们很有福报 要感谢天地 OK 小孩乖乖听我们的话 也是我们算有福报 身体健康的话 还美丽漂亮年轻的话 也是算有福报 要谢谢上帝 谢谢天堂 谢谢父母上 不能骄傲认为 哇 我修行 做科 所以才这么好 不一定 OK 这个时代 修行 真正的修行人 很难 不是他们不要 有一些是要了 不过他们就混淆了 被毒太久 生生事被杀毒 被洗脑 要修行是困难的 而且又这个时代 哇 又更增加工作 你看上那个人 本来是开车的 画一个眼睛而已 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 连他家人也养不了他 因为住在偏僻地方 工作不好赚钱 也没工作可以做 搬家的话更难 搬到哪里去呢 他们只有那户家而已 懂不懂 所以这个时代不那么容易 我们科技越进步 我们越 越受困难 因为要赚钱很多 才能够跟隔壁一样 才能够有这个舒服 那个舒服 要有冷机 要有车子 要有电风扇 最少也等等 很多事情 病伤等等 什么都要钱的 要钱的话 只有工作 越多东西 越要钱 越要钱的话 越花很多时间工作 越花很多时间 身体越累 头脑越混淆 没办法 那么简单 专心修行 所以这个时代 我们只能靠 上帝 佛 菩萨 保佑 帮忙我们而已 不能靠自己那么多了 当然我们当然尽量 不过尽量什么 也没有什么那么了不起 佛在世的时候 连那个乞丐 他进来修行 他修不了多久 马上就有这个 有那个神通广大了 石头也跑过去 钻过去 有一位乞丐 佛受大的时候 谁都看不起他 是吗?老师傅 你记得 两位师傅都记得了 那位乞丐 他平常跟 释迦牟尼佛的和尚 脱破了 有一天他也要住家 是佛也慈悲 让他住家 谁都看不起他 国王什么都看不起他 我是国王大弟子 还来那边 也要顶礼他那个 那个以前的那个乞丐 哪有这样道理 跟佛抱怨 然后佛也不理他了 有一次他就过来 过来击败佛 就那一位所谓的乞丐 以前的乞丐 已经出家了 不多久 他刚好在那里 修他的衣服 捧他的那个破烂的衣服 那个国王就说 大概是不怎么很礼貌 你进来 凭释迦牟尼佛 我要过去 拜访他了 大概不想闻他的味道 不想看到他 就叫他找借口 叫他走开 那个前面 他的前面有很大的石头 他都走这样回去 跟没事一样 哇 国王吓坏了 吓坏了 以后看到佛了以后 就问他 那个就是什么人神通那么广大 我们不是为了 是神通而修了 我意思是说 佛在世的时候 修行比较快 那个自然神通也会跑出来 他不是故意的 懂吗 他走 经过石头习惯了嘛 因为如果绕来绕去就花很多时间嘛 走石头习惯了 走路在水上也习惯了 方便嘛 那个时候没有巴士什么 走路比较快 他说是什么人神通那么广大 佛就笑笑着说 那个你看不起那个乞丐啊 他修行不久就变成罗罗汉了 等等 OK 那个时候 人的性比较单纯了 没有很多被误燃的 我们今天 又不是说自己那个赤赫都误燃了 又看电视 电影什么通通都是 很小的看到有什么善良的 给我们修行鼓励或是进步的 是吗 所以你们也要看有时候 小孩也要剪那些 不给他随便什么都能看的 很坏很坏 这个时代有电脑有电视 对我们真的很方便 不过有一些真的不好 有一次我电视 因为他们弄SMTV放着给我看看 因为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时间 全部都看 他们开电视上 万一有什么不对 可以还来得及改 不然最少那个纯库 那个也要改 有一次那个电视 它没功能 不晓得是电厅或是什么 它就停掉了 我自己又想办法把它 因为我不想一天都晚 找男孩子跑到我那边 我能修我就修了 我房子都有螺丝 有铁绝 有钉子 有那个钳子 剪那个铁王的 我会剪那个 有时候物 物弄的锁自己的 要剪才能够出来 等等 我那些小地方都有 小东西都有 我可以修厕所 修电话 修电视 修电脑等等 小事情不是很大 我就想把那个电视再弄回来 结果呢 突然冒出来一个什么 广告说 我们不负责任 这个就是什么那个 那些没有衣服的小姐 在那边弄节目 你要的话 你弄一个yes 我们不能负责任的 我没有要什么 那个小姐没有衣服的 我根本没有 不需要那种东西 我就找我SMTV而已 它就突然冒出来 我想从哪里来的 会不会我按错的一个链 我也没有按错什么链 那位美电脑 只有一个小小的 白色的 沟通电脑什么 电脑是在哪个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只有一个老鼠那个 跟那个开关 电视开关 开关那个样而已 遥控的而已 它就突然冒出来 它自己冒出来 哎呦好可怕 我说no no no 我不要不要 我好像跟人讲话一样 因为它突然冒出来 万一我弄错 我不懂 然后我按一个yes 人家 以后查到说 哦师父你看这种吗 真的是愿望 所以你们要小心 我要让小孩乱按钮 对他们不怎么好的 OK 不是精神不好 身体也不好 灵修更不好 知道了 我才知道原来是突然冒出来 这样子 我根本没有要 也没有弄什么 就弄一个遥控而已 它就 它这种心在开 然后就冒出来那个问题 说你要负责任吗 yes的话我们就放给你 还好我懂英文 因为有一些 他们设计说 中文懂不懂 然后他们讲那些 那些什么隐瞒的话 你不一定懂的 像我那个iPhone 哦里面有一千百万的 那些工具 有时候我没有叫什么 它自然冒出来 然后我没办法关它 不是说它让你随便 你不要你就关 不能关 然后我也不能打出去 它一直挡在那里 你说yes也不行 说no也太不行 说yes它会继续弄什么什么的 说no的话也不行 它不让你说no 有没有这种你们 太好了不然你们认为我开玩笑 然后你的师父他不懂这些东西 搞了半天没有办法 还是要送到男孩子 什么那些 那些专业的男孩子送到那边去 他们修理好以后 还给我了 了解吗 耽误很多时间 还好这个时代 没有这个就有另外一个电话也可以用 懂吗 所以你们要小心要关照小孩子 要保护他们 懂吗 ok 电脑里面真的太多事情了 太多东西 连那个玩的那些电网里面也有暴力 所以有色情的等等 所以要看ok 那些给小孩电洗掉才给他用 懂吗 小孩这个时候 哇他很聪明 我跟你讲 我跟他们学不完 我要的我要跟小孩学的 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你们要照顾小孩 ok 要照顾 ok 好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本来要就来看一眼 结果讲那么多 照顾 互相照顾 ok Thank you 谢谢 衣服漂亮 对了 你们说漂亮 我真的不觉得 老了怎么还漂亮 我今天在那边打一点半 丢一点图在脸上面 有没有 不同的颜色的图 丢给人家好看一点 不然的话整天在里面工作了 太长白了一点 碰不到太阳 懂吗 然后我看到那个镜头 然后我看到那个镜头 我觉得哎呀 你老这么快啊 工作太多了 熬夜 懂不懂 要很快就会老了 没办法不熬夜了 白天就有白天了 晚上有白天 工作 我觉得哎呀 这个我跟你讲 我告诉自己 我告诉你 你已经答应人家 一个是台北的 视讯为了艺术家的那个节 今天就是 Korea你已经答应了 不能不能 台北你已经答应了 你不能不能 蒙古你已经答应了 不能不能 不过我告诉你 三岁以后 你不要再出来了 你太老了 我跟自己讲 你不害羞吗 这么老了还出来 还要弄电视什么 没有那种心情 懂不懂 我跟自己讲这样 以后 然后我还想 我还想 以后连这些同学来 公司我们也不要 不要出来 就用电话讲就行了 真的害羞死了 哎呀 因为我经过那些 那些什么上面 以及楼嘛 就去视讯 看到你们方师傅 那个照片 年轻的时候 哇漂亮 年轻 皮肤好平哦 好亮 那我就觉得 哎哟 怎么现在这个样子 OK 所以什么人跟我说 好漂亮 我觉得真的好 好尴尬 不是害羞 不是傻 真的很尴尬 不晓得讲什么样 那讲谁 还要往外面看 是不是有 是不是后面有别人 OK 走了 走 OK 拜拜 拜拜 拥挤不牢 别骗人 别骗人 你们十几岁而已 可以这样子讲 我那个三十 三十岁多的时候 我觉得不可能会老的 我认为 我认为不可能有那个老 那个字或是情况 那个时候不知道老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很清楚 你们保重 不要像我一样那么快老 再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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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 祝你们修行进步快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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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